蜿蜒山路上前方一輛黑色轎車 在過彎處不停煞車走走停停 但仔細一看轎車前方 還有一名戴著粉紅色安全帽的滑板玩家 在路上滑行 接著一個大角度下壓 打算來個大轉彎 滑板和地面大力摩擦 玩家做出甩尾動作擦出火花 整個身體都快貼到地面上 還差點撞到前方騎機車的阿伯 而換個角度看 後方車輛引擎蓋上 竟然裝有運動攝影機 疑似就是在幫忙捕捉玩家因子 是真的蠻危險的 而且它前面有機車 對 然後後面又是 又有車子在跟牌 請民眾要從事該項運動 向潮州公路段申請路權 台二四線霧台跑山路線 沿途會經過山地門文化館 宜拉瀑布 櫻花王 以及著名的霧台風景區 由於當地路段限速30 不定時定點取締 加上近幾年法很大 有玩家乾脆上山挑戰標滑板 不僅把滑板當成重機在標 還拿滑板壓車甩尾 如果未經申請可以依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第82條第9項 可以處罰 新台幣1200以上或2400 根據了解極限滑板玩家 是為了拍影片才會特別上山拍攝 但由於沒有事先申請 最重罰2400元 只是相較重機超速就挨罰 滑板車反倒是無法可罰 未來恐怕成為新一波亂象 記者張春華 馬嘉瑜 評論報導 並且呈現獨自创 Existence CAC CAC CAC